《溫泉公論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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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無數年積聚起來的雲塊 已經擴展得顯而易見了 或者除了朝廷之外 沒有人會看不清清清皇朝注定要滅亡 朝廷自身就是一個小世界 來自公外的消息 就好像來自國外 在宮內 人們不相信一直不斷有關暴亂的謠傳 宮內所有人中 只有軍機大臣慶親王才真正相信 王朝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但當他試圖將這一點告知他的同僚時 就受到了嘲弄 那些新居要職的清朝官員 沉浸在揮霍的現請之中 對暴亂的傳說置之不顧 而且對暴亂成功的傳聞痴之以備 絕不相信 一座座城池已經落入革命者手中 清軍從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撤出 多年來 那些假裝對滿人親善的官員也投靠了革命 孫日仙在進行有關革命的宣傳 滿洲龍在折折後退 不過滿洲人寸土必爭 他們絕不輕易放棄已經統治了267年的國家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勢 革命的火焰 好像森林之火一樣迅速蔓延 而且掃清了道上的一切障礙 最終迫使滿洲人面對現實 在中國的異族統治者 為保住蠟燭地而奮戰的時候 滿洲人的鮮血淺在白魚座城市的街道上 他們勇敢地面對革命者的刀尖 不惜付出代價 甚至在狂熱的共和主義者的槍彈下獻身 他們幾十幾百甚至數以千計地都在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中 滿族婦女遭受赤腳士兵的奸淫 幾個月前 這些士兵絕不敢抬頭看人 對於他們 滿族婦女是神聖不可高攀的 他們絕對不可能得到愛情和財寶 滿人自殺的屍體也填塞了水井 皇太后自認為對這場災難負有責任 作為跨台時的統治者 她不甘忍受這樣的恥辱 因而企圖自殺 人們阻止她採取自尋短見的行為 作為中國歷史上發生最令人驚奇的事件之一 清皇朝復活之後 她還活多了兩年 然後傷心而死 中國是共和國嗎? 不可能 現實依然是這樣 自從有史以來 中國都拜到在皇帝皇后和皇太后的腳下 現在她也不可能改變得那麼容易 因為本性難移 不過她確實是變了 在臨終床上 這位末代皇太后很可能相信 她曾經夢見過這場災難 曾經中心僅僅事後過普兒和她家人的那些太監 正從沉沒的船上逃跑了 朝廷開始崩潰 假如慈禧干預 大概可以令清朝免遭其難 雖然她或者只可以推遲這種必然的結果 她被朝廷留下了一片混亂 而這種混亂不可能即時了結 本來完全有充足的時間 遇見到將要發生的事 光水就曾經見過災難臨近 而且竭盡全力進行改革 但是一個囚犯皇帝會有什麼作為? 慈禧的說話就是她的法律 皇太后只是相信自己的神權她為所欲為 如果軍事政變失敗 這場革命可能有另一種結果? 因為光水是個很有才能的人 假如允許她這樣做的話 她或者已經為中國創建了偉大的業績 但是她密謀反對慈禧 反而遭到報復 此後她就成為了一個傀儡 如果事情並不像實際上所發生的那樣 那又會怎樣呢? 很明顯猜想是沒有益的 因為事實是清皇朝始終是覆沒了 1912年2月12日 皇太后以她自己和皇帝溥兒的名義 簽署了退位的文告 按照文告上那些至關重要的詞語 溥兒不再是皇朝的皇帝 而是皇朝的公民 一個沒有皇權的皇帝 隨著淮莫綱下 共和制隨之開始 小皇帝溥兒仍然是個孩子 她離開了那個舞台之後 再沒有回去了 要得了 小皇帝溥兒 是皇帝溥兒 單位 那一位 也好嗎? 是皇帝溥兒 你弄得了 何零帝溥兒 所以